根据海巡署表示 从去年7月到今年的6月 花东海岸或通报失去动力的船只就有15艘 被介乎有13艘 被脱离危险区域的有3艘 去年实体坪就发生了两位族人翻船罹难的不幸事件 4年前 长冰箱也发生 有渔船翻覆在海巡署未抵达现场的情况下 眼睁睁地看见渔民就站在翻船后的船底上 然后船慢慢地被冲上了岸毁损 索性人员自行爬上岸只受了轻伤 曾经也翻船过 在那边有两个翻船之后 结果还是一样靠我们自己自身 互相就自己来去寻找长海 在实体港停靠的船只约有80艘 原住民族人的船只就占了60艘 大部分是交罚型的船只 住人表示因为资金不足 大部分只能够购买交罚 有了船只也没有资金 添购改善设备 因此船只老旧 在海上作业时 随时有发生故障遇难的情况 现在原住民都是用这种交罚来做海上的作业 那一般这些交罚它本身是非常薄弱的 尤其是崩到这个风浪比较大的时候 是摇摇不定 这个另外引擎的部分 引擎一个好的引擎价钱那么昂贵 原住民本身它也没有办法去买一个新的 它只有用中骨来取代 修了再修 反正是最后就是这个样子 勉强的出港 所以说因此出港的时候 这些都会担心的问题 就是船会不会熄火 或者是风乱太大 我今天就没办法作业 为了生计忍受船只的老旧出海捕鱼作业 族人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关注 并补助原住民族人添购改善船只设备 使出海捕鱼的作业能够更加的安心 记者法务华联风斌采访报道